现在很多心理脆友都问你们为什么卖毛货 你们因为抛光也不差这么点钱 你们为什么不抛了光以后再卖 是不是你们就为了不退货 其实你们理解错了 因为现在社会是产业链的源头 就是加工业特别发达 现在雕刻师所谓做雕刻这行的 得有大几千家 做抛光的也有几千家 因为翡翠是各做各段省 有专门做片料的 买完漂亮之后到可信的雕刻师 到他们的工作室让它雕刻 雕刻完之后 它为了给你把钱倒到手 再去到工盘买片料 因为抛光还有五到七天 有的甚至高端或者十天抛光期 因为你们也清楚 现在各大网络平台全铸杂战社会 现在从业人员就20多万 你想这么庞大一个群体 它的走货量相当大 有机会 我再跟你们细聊